说你的节奏 对吧 这个直接开到脸上来了 Ader 实际兽啊 先拿一分 这里Ader 有点自信啊 因为为什么呢 他其实实际兽之前开枪赶过他的 他这样 虽然看上去目前有点靠边缘嘛 但是你不知道下个圈如何 毕竟还是圈一 实际兽也是最近实际战队表现最好的选手 然后在第一周实际兽进入了 哎呀 主要是进点这个步枪 是的 一强围中 基本上就嘎了 这个有心算无心啊 嗯 实际踩这个点的应该战术目标 应该是想着 就是说如果说等会儿圈王 就在考虑 对吧 考虑我如何下一个 如果上山的话 做两手准备 旁边的话 V7的话也被打掉一个 别看歪层圈 就是也很少 就算是歪层 歪层附近 那个肉点也会导致强点 有问题 红砖楼是肯定要拿的 然后另外下面这个烂尾楼这个点 我觉得仇恨比较高吧 看看他怎么想 这就是刚刚说的 GX和FTY啊 两边确实距离太近了 如果要转移的话 是不是会打架 然后正好 哎呦 我里面就吞门的时候 手上还拿着投注物呢 大一点 TIMING OK 这个TIMING抓得正好 但是这个火 是把VOLIBER给补了 对这很烧 对方也要当TIMING侠 门头 哎呀 同时 又是一个交叉火力 旺在这个位置有点远啊 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支援 很亏 第一枪打头 但对方后续的身位 非常的飘逸 眼里接波是单挑打赢了 确实这条路也是 我觉得是他们目前 唯一的正确选择了 因为南边没有正常的视野位 对吧 他从这边过去以后呢 他至少可以依托这个坑 然后周围有点可以站 他南边的话 就会被一顿乱枪扫射 现在卡的位置都太死了 NHAPPY看到了 这次比赛里面 其实做的也是比较果断 但是确实选手的配合 没有做好 好 起来了 开始了 开始了 首先被淘汰 哎 子弹多得很 我还担心他背带不够 继续抠 抠 慢慢抠了啊 这168背带 好 GPL开到了先机脸上 先机这个坑很容易有减缘 哎 先机弯了一个坑啊 果然 刚说完 就倒了一个 但是GPL的人还好比较少 哎 崔姬把人头给补掉了先机 折损医员大将 还得倒 还得倒一颗雷 这个时候天霸会不会有 天霸连太远 没想法 抠扣把吧 从排山的概率上来看的话 下路要往右上的概率就高一 嗯 有可能 左下跟左上都有山药排掉 那应该是要往右上走 我们看一下啊 北边马路他肯定是严防死守守住啊 完了 手都看一看 这对标 守得天霸 天霸看能不能跟他就是打一波 嗯 天霸脚下还有GX的人 嗯 马路现在的班长你不用太担心 嗯 开始啊 班长位 巨幅这边就在不断的蚕食比起 巨幅已经找到一个落脚点了 哎 现在最后一个了 真果是有机会站到圈里面了 这把怎么感觉又是PCL会是决战 这把怎么感觉又是PCL会是决战 这把去服跟NewHappy感觉也能进决战 然后Pero那边就看抗压了 因为它毕竟是宽边嘛 它跟NewHappy差不多位置 但是我这边压力会要大 得分机会也多啊 但是压力也大 但是现在看一下 Foym这波进圈啊 旁边GX在疯狂的抽 而且进减堂村内还有一个GENGY Foym之前有高点的信息 不知道他们对GENGY检员的这个消息 记得多少 全部都顶出这个反斜坡了 哦 我突然我就被Yenley带走 先把扎过来的也是Foym带走 搞会 タイミング霞 没什么问题啊 先打 这是达纳瓦的第一个牌头兵 那牌头兵被打掉以后 达纳瓦的信息瞬间又丢失了 但我看到达纳瓦三人还继续赶往这边 这个角度去 扎红色 扎KTF的坑 对 红色翻斗车的附近 哎呦 KTF 我 笑嘻嘻啊 这过来完全都有优势啊 打他马直接被淘汰了 旁边龙宗泉还拿到了暴龙哥的分数 可以 这不知不觉Pero抽马 抽到了五个 哈哈哈哈 小组已经拿了五张了 现在Pero要做的事情就把什么 什么就坡下了什么尖纸啊 就直接给打掉 这边上门 啊 天鹿这边很抗压 嗯 啊 这边过来的话其实就是会 被四面八方的枪线抽的 他又是一个低点 就对于坡上人来说他是一个低坡 啊 尖纸已经被团灭了 嗯 还有这个时候 绝叹屁 正来萨萨一个人 要顶一支队伍 马如龙留了DELUX在后面 架点 然后剩下三球你已经顶到近点了 那现在马如还是要考虑一下 USD剩下的这个人在哪里 对吧 他不是那么的快会过来 嗯 但是对于萨萨来说压力还是很大 萨萨的信息 马如龙是知道天鹿这里还有人的 但是具体位置还不知道 萨萨有机会造成一些击倒 看能不能拿到淘汰 真准啊 这边的话马如也是淘汰掉了USG 独狼最后的倔强 嗯 就是这个点位的话 萨萨也防不住啊 现在巨幅和17交手了 而且小鬼已经被放倒 这个雷稍微远了一点点 小时航航还刚好换了一个三级头甲 不过小北第二颗雷过来直接大倒 很准塞到脚下了 呃 上面铁皮威伤王的队友踩不出来 很难受 在狂群里面呆着 看到孤雷哥好像也在动了 冥冥 冥冥还是被威气的独狼给溜了 但是换神过来不为了 呃 距离有点远还可以 能扶 呃 能扶就好 嗯 17吨巨幅 已经在酝酿了 嗯 酝酿不大的 哦 哦 可以开始倒了 KDF倒人了 开始回动吧 还有更高的容错 有更多的选择 是的 而且你看 AZ这个视角看过去了 巨幅也在南边 对吧 等于一个满边的枪线在打他们 如果要去的话 可能 那西边的 全部招呼上 漂亮 周平也先打定枪 再来一个 没问题 血都不用打了 直接硬顶上去啊 头顶是个残血 很快的一波刷屏 牛海铁是全员淘汰掉了马路 接下来 就看KDF什么水位好办 拉过来 想占点便宜 哎呦 换神被打倒了 那这样的话 天霸有机会收割 天霸这波他密室抓的也是非常到位 对 他拔脱了 很主动现在 哎呦 这拔脱也很准 这拔实际抓的很好 巨幅也来劝架了 巨幅摸天霸的屁股 看天霸有没有 现在前四的队伍有三只在场上 啊 来啦 大坑 大坑 开炸 三颗手雷 消除 只要马路 马路那边 一倒 那 Pero就可以 从拖炸 一无反顾的把BF直接端掉 端掉就活动办法比较大 一波刷屏啊 带走了KDF 轻松带走 宇死龙是巨幅因为被淘汰了 Pero目前是 几乎 哎呦 他这个位置现在有点吃雷啊 哎呦 直接过来唐弟弟好准啊 直接把AZ给打掉了 一下 一下 人员持平 哎呦 直接绕了一个 可是这个火 我这个时候17也有机会动了 其实这是这是在这个闪狠之命了 哦 五老 几乎全摆 怎么都看不到 哎 这个雷在导致 有个雷才有机会 呜呜 唐弟弟 好刚的枪又是爆头把鸣给放倒 是的 还有在无限服人的状态 七七现在屁股被石器掏了 七七掩体不是很好 他这一波就是被解放出来了 啊 七七放弃了 看屁股直接过来先把朋友轻掉 先把朋友轻掉再说 这是聪明的 因为二打一 他在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对 而且掩体特别差 嗯 你不会的 直接让这种被分过去一起击克 石器掌 混倒了 别人补枪 又驾炎了 他又驾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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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是直加哥的胜利 炎要战了 我怎么感觉 石器掌 我真是 这个剧本我真的想不到 我感觉这个也反而又给到了 石器掌舞台 因为主要是什么 就是其实刚刚最关键的问题是 天霸 它是离梅花庄远